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俗话说水火不相容 她们之间相生相克,永远没有交汇之处 今天女神就为大家带来一个水火不相容的故事 浩瀚的宇宙之中,一滴水飘落下来,幻化成了一个水姑娘 就在她庆幸自己有了生命的时候 宇宙再一次拖下了一个火点 她瞬间变成了一个火男孩 从此,她也是有生命的物体了 相处之中,她爱上了水女孩 想要慢慢的靠近她 就在水女孩接触到火男孩的时候 却发现她们是没有办法互相触碰的 她们相望着彼此一次次的尝试 突然偏寻地转,一栋高楼拔地而起 水女孩赶忙逃跑 可是火男孩却很是疑惑 水女孩被绊倒 眼看高楼就要压上水女孩 火男孩赶忙跑过来,想救她 可是还是晚了一步 最后水女孩怀着遗憾死在了火男孩的面前 这一下激起了火男孩的愤怒 她化生成一团烈火向高楼飞去 一瞬间,高楼却被烈火给缝毁了 被粉碎的高楼在烈火之中变成了一个窟窿 她吞噬了烈火 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窟窿在小雨的冲刷之下 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类 水是孕育万物之源 或能摧毁一切 高楼虽然杀死了水 但在烈火焚烧高楼的时候 水和火却融为了一体 它们虽然相生相克 但是却可以孕育出不一样的人生 何乐而不为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